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想看 林更新赵丽颖时隔五年在合作 林更新说和赵丽颖二大更默契 谁懂呀 看赵姐和林狗有种老夫老妻的感觉 林更新近日在参加品质盛典活动时 在后台采访中 提到了自己与赵丽颖二大的古装剧与凤行 说和赵丽颖二大更默契了 在采访中 林更新表示自己是第一次参加品质盛典的活动 已经很多年没有红毯营业过了 今天还有点小兴奋 打算以后要更积极地拍戏 拍有品质的戏 积极地营业了 对于接下来的工作计划和角色挑战时 他表示目前是一个整理剧本 挑选剧本的阶段 很想挑战没演过类型的角色 接下来拍过的暂时就先不考虑了 他说作为演员 挑选剧本的时候 自己会将剧本当成小说故事来看 整体故事的冲击力会不会强 会不会吸引到自己 然后再判断角色与自己的匹配度 要不要出演 在提到与凤行时 他称这是很不一样的古装片 有喜剧 爱情 仙侠等诸多元素 还表示在剧中自己和赵丽颖二大更有默契了 他分享说当年和他合作的就非常的愉快 现在技能上更成熟 合作就更有安全感了 不错不错 只是宇文公子还在水中泡着 还没被捞起来呢 太可怜了 众所周知两人的第一次合作是在2017年的《楚桥传》 宇文月和楚桥这对悲情恋人 从相知 相爱 相离都让观众感动和为他们的命运走向心痛不已 对于两人合作二搭的宇凤行 观众的期待感中是有情怀 有执念 有圆满的结局 网友 如果三搭的话能不能把宇文月捞上来呀 据悉 古装仙侠剧与凤行改编自《九路飞香》的同名小说 讲述了贤猪而生的《必仓王与神》君行指的爱情故事 赵丽颖饰演的《魔戒一霸沈黎》 在千岁诞辰之际 不满政治联姻而出走逃跑 在逃婚的路上 富商被打回了凤凰的原形 坠入凡尘 被民间小贩当成了肥鸡 扒光了全身的毛关在笼子里待兽 正在他无计可施 无可奈何之时 被游走民间的世间最后的一个神君行指无意路过看到 在若有所思地盯他许久后 随即笑道 我要这只 两人的命运被看似不经意的交易紧紧地扭结在了一起 赵丽颖曾表示角色沈黎虽说是魔戒的女王爷 但实际上就是指老虎 看上去张牙舞爪 实际上就是一撮就破的指老虎 不断地受伤 赵丽颖表示很喜欢这个又菜又爱玩的女主角 和这段有着灰鞋底色的故事 期待两人二搭有喜剧色彩的宇凤行